HELLO 大家好 最近很多人来英国 来英国都要解决三餐 要有收入 未必一开始就找到工 如果要被动收入 又未必说现在这么疲烈的楼市买到楼 不少人就问我 有没有股票可以买一下 可以用来收息 接下来我就介绍几只 我觉得在英国可以用来收息 作长线投资的几只股票 都是挺稳定的 而且我也投资了很久的股票 当然这是Tesla之前 Tesla就是我的重仓股票 但如果不想买Tesla 真的想买股票 正正经经来收息 作为被动收入 我觉得这几只股票是相当不错 首先第一只就是SSE 这个就是苏格兰电力和电网公司 SSE SSE一直都是一只英国非常稳定的公众股 也是一只相当高息的股票 现在的股息率是5.3% 其实之前可以去到6% 只不过是上年由于出售了它的能源零售业务 以及它的未来的准许利润下降了 所以也是十几年来第一次减减它的派息 现在由新的派息政策开始 由每股80p开始再重新计算 你可以看到它的派息政策 就是未来的股息是跟通胀的上升 它很自豪 以往的往迹就是它的高息政策 在1998年之后 基本上是派了差不多14磅15磅 以它的股价现在15磅来计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一直持有 已经可以收回成本 之后收取的利息就是一个利润 SSE 究竟是做些什么呢 其实就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一个就是发电 发电当中包括风力和水力 大家都知道苏格兰是一个比较多雨水的地方 所以SSE 是非常大的比重 都是一个水力发电 现在随着它卖了零售能源业务之后 它也加强了在可载生能源 特别是风力发电的投资 这个就是它未来最主要的发展项目 发展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未来在可载生能源上面 会有几倍的增长 亦都是一个相当明确的增长 另一个方面就是相当稳定的业务 就是它的电网业务 就是配送电 去国家国户 由这个发电的地方 去到国家国户的电网业务 这方面就是相当稳定的 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 前年政府降低了准许利润 这方面的利润比以往没有这么多的盈利 不过还是一个相当吸引 和相当稳定的业务 特别是在现在趋向电动化 电气化 暖劳 boiler 暖气 车 未来都是趋向电气化的情况之下 这个电网的投资 电网的需求 仍然会不断增长 它的盈利是跟它在电网的投入 在挂勾的情况之下 可以预期得到 它在这方面的盈利 都会照样稳定增长 那投资SSC有什么风险呢 它的风险呢 其实SSC是一间负债非常高的企业 它的盈利能力很在于低利息的环境 它靠低利息借钱 然后它可以从再生能源 和电网的业务赚取这个色差 利用这个杠杆 这个是它相当重要的 其实它的一个真正的赚钱目色 就是稳定的回报 稳定的资产 然后再用低色杠杆去赚取利润 以这个营运模式来说 低息环境是非常重要 可以预期英国 尤其COVID之后 英国政府都借了这么多的钱 其实这个低息环境 应该可以继续持续 还有它如果加息的话 其实对本身政府都没有这个好处 所以SSE在这方面 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 会迎来一个很高息的情况 影响到它太大的利润 还有它之前出售了它的业务 也减轻了它的负债 这是一个好处 也减低了这方面的风险 SSE本身的牌息政策是相当进取的 它基本上有钱赚就全部派给股东 它本身自己就留很少钱 它也是靠负债 和本身的资产去营运 所以你就不要预期它会有保留盈利 然后继续滚大太多本身的资产 它的股价其实也可以看到 因为这种营运模式 其实不剩钱 它自己的股价 都是在一个区间 大概是1000到1500 一直这十年 都是在这个区间浮动 但是正如之前所说 如果你1998年开始持续这只股票 其实你已经在收息方面 已经是可以将所有的成本收回 因为靠它的一路稳定的态息 而且这个本身业务也是相当稳定和安全 因为你用电的一定会用得到 所以就是我自己在这只股票的投资策略 就是逢低去吸纳一点 就是一只很稳定的投资股票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用 起码知道有这样的股票 在英国是值得去投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或者觉得有用的话 希望大家给个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们在伦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汉 提供全面的物业管理服务 也有帮助海外的投资者 在英国置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们的网站 或者是电邮我们 去了解更多的资讯